大家好 我是Kyoge 來到第2個星期 我們繼續1JL PTN3的文型 今天要講的是這兩個 第一個就是okini okini前面是跟數量詞 表示時間或距離間隔 即是每隔某某某就會某某 這裏可能不太明白 如果我講的例子大家會馬上明白 比如這裏 就是去伸縮的電車 每隔3分鐘就會發一班 這裏是一個時間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就是每三分鐘 三分鐘 就會有一班電車伸縮 在這個情況是可以跟Cotoni 替換使用的 但要留意如果數字是1的話 譬如1分鐘的話 如果把它換成Cotoni的話 意思就會完全不同 然後下一個就是 Osoneganu 前面是靈詞加ノ 或者動詞詞出形 它的意思是有可能恐嚇要貓什麼樣的 表示會有可能發生某種不良的後果 這裡記住它是可以用於不好的事情發生的可能性 譬如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このまま山奥へ進むと 道に迷う恐れがあります 如果就這樣一直去深山走的話 就恐怕會迷路的意思 所以當大家有些擔心 或者危險的時候 有些不好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文型 那今天我們就關注這兩個文型 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話 在下面問我 如果我認識的話 盡量都會幫大家解答 那我們明天繼續努力 如果你想問三字Cat的話 就可以去看IG 然後一些日本的資訊 我會在Facebook 明天再見 またね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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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